我的麻煩老哥 弟弟抖音是一名成績優異的柔道選手 卻在國家代表選拔賽中 發生事故而失明 從此一蹶不振 而同父異母的哥哥抖直 因為詐欺罪入獄 還以弟弟失明為藉口而得到假釋 在分離15年後 兄弟兩人再度展開了同居生活 逐漸打開了過去的心結 正當一切關係慢慢回到正軌時 抖直卻接到突如其來的通知